字幕提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曼聯新聞 希望大家記得CLSS comment like和share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每天和你說曼聯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現在正在看的新聞台和大巴台 剛剛有位新的球員加盟 就是迪亞魯 雖然上過主會槍簽他 終於來到曼斯特 加入我們的訓練 究竟他是一位什麼球員? 因為很多朋友對他的期望都很高 但我覺得認清球員的長處和短處都非常重要 究竟這個球員有什麼長處短處呢? 最好當然是問一下他 教過他的教練 這節節目會講講兩個對於他的成為職業球員 和成為曼聯球員 一個很重要的兩個元素 一個就是他青年隊的教練 另一個就是發掘他去亞特蘭大的一位朋友 青年隊的教練叫做Cerlini 他當時還在踢一個業餘的球隊 叫做Boker-Barco 而Cerlini就是這隊的教練 他接受BBC的訪問的時候 他說這位球員 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一個很有天分的球員 因為他一到場踢 你已經發覺他很勇敢 很快 還有很多好的技術 射門是比較強的 還有他在一個高速的情況之下 做到他的技術 這是最難能可貴的 還有阿迪亞路 原來阿迪亞路在更衣室裡 也很受歡迎 他在這個球隊裡 認識了很多朋友 當時他還沒認識意大利文 慢慢一邊踢的時候 一邊學會意大利文 還有看來是一個非常有決心的年輕人 也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但是Cerlini也說 唯一他對這位球員的擔心 就是在體格方面 因為在體格上高 他未必 就算在我們那隊BBC 都不是最強的 在體格方面 還有他的頭緒 也是一般的 Cerlini這樣說 但是 這位就是他青年隊的教練 另外 就沒有他的照片 不好意思 但現在畫面的下方 我正在拍手稿的朋友 正正是發掘阿迪亞路 成為職業球員的一位重要人士 他就是加利 他就是一位意大利的門將 踢球的時候 正正是因為他在BBC 這對球 看到阿迪亞路 從而由他穿針引線 令阿迪亞路去到亞特蘭大 成為職業球員 但是加利 加利 都是跟Cerlini的看法一樣 就是說如果他要再進一步 尤其是 他如果要在英超踢球 他一定要增強多一點 他的肌肉 或者增強他的磅數 因為 如果他現在的體格來說 真的略為瘦上了一點 如果在英超 就真的蠻吃虧的 其實就是當時 Gally 當時有什麼情況 就是說 其實他一個朋友 就跟他說 我有兩個很好的年輕球員 你要去看看 那麼他 就真的走去看 其實就除了看阿迪亞路之外 也看了一個他的哥哥 叫做Hammet 現在他的哥哥 都在踢薩斯索羅 加利 都來頭不少 原來1986年的世界杯 他都有代表意大利 所以他就看到這兩位球員 的確相當相當有潛質 所以他也幫忙穿針引線 他就說 尤其是對於他們的引球前進 大波 就是向前 這件事特別深刻印象 所以他就馬上打電話 給幾間衣甲球會 因為始終他也是前球員 他一定有這些聯繫 結果他就跟亞特蘭大的 體育總監 Gabriel Samarga 結果 亞特蘭大就簽了迪亞路 這樣 所以 這兩位人士 對於迪亞路的被發掘 當然是非常重要 而以後同聲地 他們都說 迪亞路可能真的 削了一點 或者小顆了一點 其實 以往來說 在英超 我都覺得 你那個要強壯一點 是挺重要的 但是由於我們 曼聯有之前的盧卡古事件 以及有一些年輕的球員 當他增了肌肉之後 他本身發揮的靈活度 就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 即是說 得不償失 所以 我想 迪亞路究竟 應該是否要增肌 或者怎樣 我覺得都是 可以下一步 想一想 停一停 先再研究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不太心急 因為身體狀況 你走錯了一步 可能就未必可以回頭 所以我自己覺得 也可能 蘇西亞達也有很大機會 是這麼想的 所以就放了他 在於衣服上 讓他適應一下 然後 再針對性 增加某些肌肉的強度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現在的英超 不是每個人都是肌肉 有很多 你會看到他 可能不是很大隻 但可能他是鋼條型 其實也是 好的 再加上 老實說 例如Stirling 也不是很強體格的人士 但由於他的靈活度強 也可能會在英超 有一隻位 所以 除非是過度小顆 否則 真的不要亂來 我自己 這幾年看到的情況 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否同意 但我相信 蘇西亞達也和他的教練團隊 應該就已經有了他們的想法 因為始終 我們萬聯的 醫療專業團隊 其實現在都不停在加強 我當然希望 他可以令到迪亞路 得到這個很好的平衡 即他的靈活 再和他的肌肉 兩個可以互相都平衡到 這樣就好了 因為始終 如果他踢得到的話 一定是萬聯之福 這一節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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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i know you